欢迎来到好莱坞周报 由于本周末是我们的美国国庆日 所以在本周我们要借这个机会 来介绍几部关于美国历史 以及政治为题材的电影 所以待会就会为观众来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赶快来看看 好莱坞的芯片档期 记得在上周我们为大家介绍 这个暑假两部大片 就是天能跟花木兰 他们原本都排定在7月份要上档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所以电影公司把他们决定 排到8月份来上映 也是考虑到这两部大片 他们的成本都是高于2亿元 受到这两部大片排期延后的影响 由金奖影帝罗素克洛主演的惊悚片 超危险驾驶 还有吉努李维主演的喜剧片 阿比和阿弟第三集 也把上映的日期往后延 这可以说是连锁的反应 以饰演小丑女儿走红影坛的女星 玛格罗比 她也要正式接演新版的神鬼飞航 而这个新的版本 也会跟旧版的神鬼飞航不同 是以女海盗为故事的主轴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亚洲 韩国女子天团Blackpink 她们推出了新的单曲 后上网在24个小时之内 就超过了8200万的点击率 也同时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新高 台北电影街已经如火如荼的展开 她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 而且目前有142部的影片参展 颁奖典礼将在7月11号来举行 而中国名导演陆阳的新片赤杀小说家 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决定延到2021年农历春节播出 这部片集合了雷佳英 杨幂 董子剑等大咖明星 是一部动作学义片 而另外一部史诗大片Tomerus 故事则是讲述 中亚的游牧民族哈萨克 历史上传奇的女王 她率领了骑兵打败鼎鼎大名的波斯帝国 这部片也被Well Go USA买下播映权 将在美国上映 而有一半毛利人血统的纽西兰导演 泰卡瓦提提 她曾指导过雷神索尔和吐槽男孩 计划将拍摄更多纽西兰原住民题材的电影 来彰显少数民族的平等 影音串流平台Apple TV 面对这个强敌的环似 所以在最近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公布他们要拍摄一部大片 里面充满了特效以及大场面 也将于2021年来上映 由于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 所以好莱坞也应景地推出 关于选战的电影不可抗拒 而这部片是由我们这个民主持人 乔恩·史都华 他的自导自演 并且邀请到这个喜剧明星 史蒂夫卡尔 他来饰演这个选战的超刀手 而本片仍然以喜剧嘲弄的方式 来笑看美国的选战文化 民主当选战专家 盖瑞其末无意间看到住在威斯康星州的退役老兵 挺身维护工人权利的影片 相信借由帮助这位老兵竞选小镇的市长 可以从共和党的地盘中夺回政权 然而共和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派出了曾经击败过盖瑞的美女选战专家 来操盘选举 让这场地方选战 变成了两党代理人的歌喉战 《特殊的国》和《特殊的国》 这只是一个小城市 他们把这两个政治机器放入 这都是《特殊的国》和《特殊的国》 导演乔恩·史都华 曾经是新闻节目《每日秀》的主持人 常以搞笑的方式来讽刺时事和政治 因此这部芯片 他把目光聚焦在美国选举制度的缺失 喜剧明星史提夫卡尔 在片中饰演民主党选战专家盖瑞其末 而他的死对头则是由威尼斯迎战影后 罗斯·伯恩来揣摩 两大喜剧明星交手 再加上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 克里斯·库博 让整个严肃的主题充满了幽默 导演也希望观众在看过电影以后 能够重新检视候选人 并且在选举过后能弥补社会对立 大家携手合作 很高兴见你 对 你似乎胖了 接下来的这部芯片《汉米尔敦》 是由美国拉丁裔音乐才子林曼努尔·米兰达 根据他的舞台剧《实况改拍成电影》 故事是讲述美国的开国元老 《亚历山大·汉米尔敦》 他的生平故事 亚历山大·汉米尔敦 出生在加勒比海的小岛 19岁时来到纽约王国学院接受教育 他之后志愿参军 在独立战争中得到乔治·华盛顿的赏识 并成为他的副手 《汉米尔敦》音乐剧 严格遵召历史 讲述他政治生涯中的几件大事 并包括他的战友和政敌 他与妻子和长子的深厚感情 以及他所犯下的错误 在片中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第三任总统汤马斯·杰弗逊 和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 等历史人物都会轮流出场 《汉米尔敦》剧中音乐 采用嘻哈音乐表演 另外并穿插了爵士乐 蓝调等多种风格 导演采用现代音乐 来讲述美国历史故事相当独特 观众在美国国庆日 欣赏这部电影 更能体会先人争取独立自由的真谛 而电影《汉米尔顿》 从7月3日起在Disney Plus 影音串流平台播出 最后呢我们要来介绍 这部纪录片《成为这样的我》 是关于前第一夫人 蜜雪儿·欧巴马 她呢在离开白宫后 出了第一本的自传 并借由自己个人的经验 来鼓舞美国民众 纪录片相当感人 充满了正能量 2018年蜜雪儿·欧巴马的自传书 《成为这样的我》 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 她以真诚的文字 感动无数读者 蜜雪儿·欧巴马同时展开 全国巡回演讲和座谈会 也是场场爆满 纪录片《成为这样的我》 蜜雪儿·欧巴马 分享了她个人成长经验 天啊 这棵子看得很糟糕 可不可以让我们装饰 这棵子看得很糟糕 因为七岁的做了 从家庭求学过程 到遇见丈夫相爱结婚 之后又帮忙欧巴马 竞选总统成功入主白宫 蜜雪儿以自己的经历 鼓励年轻学子 不要看清自己 也不要放弃学习的机会 她的机制和迷人的风采 将永远伴随在美国人的心中 除了以上三部片以外 其实还有许多关于 美国历史跟人物的电影 也可以把它们重新拿回来 温习一下 像是之前因为黑人平权问题 而被下架的电影《乱世佳人》 现在又重新回到 HBO MAX的影音串流平台上面 这部片是讲述关于 南北战争的故事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那以上就是本周的好莱坞周报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